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文档节目 今天是7月1号星期四 白鸽记的上周一的市场是收出了一个大阳线 但当时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这位股民朋友说 市场会继续向下目标直指2200 我们看到这一周之后呢 市场正如他所指的这种方向在不断的运行 看来这位获得过炒股冠军的股民朋友真的不是浪得虚名 那么今天的这位朋友是谁呢 我们来看一下小片 如果短期的跌幅速度比较 跌幅比较深 那么时间周期可以缩短 如果跌幅这个不深 那么必须通过时间去磨 他八岁习武 十二岁学习书法 十八岁攻读法律 却在二十一岁时毅然投身股市 从一万到十万 从二十万到两千万 在他征战股坛的十五年中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增长的奇迹 十五年的时间 伴随着中国股市的惊涛骇浪 他成功的将自己从一个普通散户磨练成一位炒股冠军 早期我刚进入股市以后 基本上咱们国家三大价 五一十一春节 都是我形成对前一段时间进行良好总结的一个 最佳的一个时机 实际上就是鲁迅那句话 别人喝咖啡的时间 用来读书 我是别人旅游的时间 还用来看盘做总结 如今已成为炒股冠军的他 仍然坚持白天盯盘 夜里复盘 问其原因 他说自己喜欢盘 我有一句话叫享受股市的每一次的上涨和下跌 这是我今生所追求的 享受股市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他对股市如此痴迷 酒精沙场的他 在面对市场的每次变盘时 又如何做到先知先觉 又是什么样的独门绝技 让他在激烈的厮杀中冲出成为 成为炒股冠军的呢 好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股民 就是曾经获得金融界首届中国股市民间高手大赛冠军的陆雷 您好陆雷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首先再次声明一点 今天在节目当中所提及的板块和个股 只作为案例参考 进行交流之用 没有见股之意 希望大家理解 那么在前面那些小片里头 我们看到你从小就开始练武 又学这个书法 应该说这都是非常非常磨练意志的事情 后来你又进入股市 这个更磨练你的性格和意志了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 我特想问你的 就是你曾经用20万赚到了2000万 应该说这样的这个成绩 是大多数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那么想今天先问问你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0万变成2000万的这个过程 主要经历了三个过程 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什么 第一个过程呢 就是蚂蚁啃骨头 就是因为你作为吃金量比较小 要想快速增值的话 必须做短线和超短线 这第一阶段呢 我是基本上是今天买了明天卖 这是哪年还记得吗 呃 04年 04年 就是大盘05年 998 05年没见你之前 嗯 那么基本上采取的是 快速操作的这种策略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是要资金量也大了 嗯 这个时候要抓乳猪 嗯 抓小肥羊 嗯 哎 这个时候呢 就采取大事也比较好了 采取中线的这种波段操作 嗯 那么这是第二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呢 就是当你的资金量达到四五百万的时候 嗯 那么大事又非常良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清全部资金 买进一只 能够快速上涨的股票 当年的黄黄安伦 嗯 就使得我四个月四倍 嗯 这样的话呢 一共经历了三个这个大的过程 完成了二十万到 两千万的这么一个 这个过程 嗯 那应该说是在 这个熊市当中 您这个资金积累的是最快的 达到了五百万 那也就是二十万到五百万啊 应该说翻了有十倍 在这个熊市当中翻了十倍 不是这样 呃 二十万到 零七年初的时候 嗯 到了五百万 哦 到零七年初的时候 对零四年到零七年初的时候 哎 就做到了这个 从熊市开始 做到了这个牛市当中 熊市是基础 熊市是基础 但零四到零五年是用的短线操作 对对对 后来就是用中 超短 对 超短线 呃 那在零七年的时候您抓到了大象 对 哦 零七年呃零七年月份到到五一之前 嗯 四个月 那您是怎么捕捉到他了 华方安伦呢 是我整个这十几年投资生涯当中 是技术面和基本面完美结合的一只股票 嗯 最为完美结合的一个股票 那么 我用我自己的选股 技术选股的模式 选出来以后 尽长时间去跟踪他 这个里边呢 就是基本面呢 对我抓住这只大牛股呢 也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那么 安伦这个企业呢 华方安伦 在安伦界 它是龙头 嗯 我发现 安伦这个行业 期初的时候 利润非常高 后来呢 国内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那么打价格战 嗯 在行业的低谷时候 其他的安伦企业全部亏损的时候 华方安伦仍然可以进行为例 这个就引起我高度的重视 嗯 那么我后来发现这个行业 出现了一个向上的拐点的时候 那么整个行业紧急度提高 那么华方安伦 利用紧急度低的时候 他进行了大量的兼并重组 那么价格上来了 量的又上来了 那么06年的时候呢 他是 每股收益大约是两毛钱左右 后来我核算了一下 如果这个速度的话 07年全年的收入收益应该达两两块钱 那么对于一个中小板的股票 给30倍的市盈率不高 又是行业的龙头 嗯 那么我当时在12块钱左右的时候 我就断这只股票会见到60 那么和我的这个技术完美结合起来 使我从头吃到了尾 哎 是这样的 首先在基本面上选股 您选到了这样的一个龙头 对 嗯 好 那在第一部分呢 我们也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啊 陆雷他这个20万变到2000了 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是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蚂蚁啃骨头 对 然后就是啃到了大骨头 然后最后是啃到了 吃到了大象 就说你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了 哈 这个成绩是越来越好 呃 他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华丰安伦 对他来说是他这个股票 这个买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呃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了 哈 呃 他谈到他的选股的一个基本面上的一个思路 那究竟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技术的方法啊 使这个大象能够从头吃到尾 闻闻当当吃到他的这个肚子里哈 我们在了解了股市大家谈之后继续来了解 呃 目前股指处于缩量阴跌的过程 呃 市场短线难有大的行情 那么资金链呢 也处于一直流出的状态 这可能和农行的这个IPO的申购有关 那么呃呃 操作上呢 呃 这个对市场把握不好的投资者呢 就请不要参与了 先休息一段为主 等待这个呃 这个6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出来以后 以及呃15号农行上市以后 再做这个看市场的行情再做决定 那么对市场这个把握好的投资者呢 可以少量参与呃 中高业绩大幅增长的股票 那么要注意这个 操作上要注意一些仓位 仓位比股重 嗯 这位股指向下破坏 大盘支撑更显退弱 就目前形势而言 投资人应少看少动 远离市场一段时间 空腔者短线观望 持仓者已没有必须要继续杀跌 现在正是考验个人定力的关键时刻 本人坚信航行在绝望中产生 相信中国股市的未来 那么在第二部分当中呢 我们就要具体了解一下 陆雷这20万到2000万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操作的法宝 才能在这个市场当中有这样好的一个成绩 据说他这个磨练也是用了14年 才打磨出他今天的制胜法宝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面的小片 从小习武的陆雷相信 真正的武林高手不需要18般武艺样样都会 他需要的只是有一样本领超过所有人 古世如战场 在古坛征战多年的陆雷 自然也有几套看家本领 而在这其中 有一套本领让他整整苦练了14年 利用这套技术 变化莫测的股票走势 在陆雷的眼中变得清晰而有规律 08年深发展A为什么能够见底 云南白药国电南瑞为什么能长期走强 备受关注的中国建筑 又为什么迟迟看不到底 这些让无数股民苦苦追问的问题 通过陆雷的这套技术 都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答案 那么这把陆雷苦磨14年的利剑 到底为什么能够如此锋利 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 这把利剑又能给我们开辟出 怎样的市场机会呢 好那么大家都爱说一句话 叫这个十年磨一剑 你这个14年磨出的剑肯定比别人更加厉害啊 从你的成绩当中已经感觉到了 那简单再给我们说一下究竟是什么 就是筹码分布 怎么用的 你怎么在你的这个操作当中就这么零 这么管用 这个筹码呢 主要能够解决市场的平均成本 现在是处于什么状态 那么也就是主力资金 它的成本现在是什么状态 那么第二个呢 它解决了一个成本的一个进行搬家 也就是说对把握进买点卖点 确实是非常有效 嗯 你刚才谈到了一个这个成本的搬家 对 这个搬家它怎么搬 会引起你的这个关注 或者是对你的操作起到这么大的一个作用 那这样就看到图板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呢 就是2002年9月份 就在这条这个位置 2002年9月份 深发展 嗯 这个配线图 那么看这一侧 这就是我们 基本上所有的炒股软件里面 都有的这个筹码分布 嗯 那么 2002年9月份 股价 深发展的股价 大约在15块钱左右 之后 当这个股价一路下跌 向下走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筹码分布 它是一种 是一种什么样的变换的状态 那么来看一下 嗯 其实今天陆雷为了说明这个 他的这种方法啊 光深发展这一一个例子 他就打了九张图 人家图打得非常的精美 他说要打九张图 只是为了能让观众看得更清楚 能把他这个方法 能给大家介绍得更清楚 应该说是 用心良苦也非常的认真啊 那么我们接着看 深发展从15块8毛6 一路下杀的过程当中 这个筹码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筹码变化了没有呢 实际上就是由红颜色变成了个蓝颜色 也就是说他的筹码在高位的过程当中 没有向下移动 这是第二张图表 嗯 这个筹码还是没有变 没有变 嗯 虽然这股价移动了 股价移动了 嗯 那么看第三张图的时候 有了个变化 就是原来在15块钱左右的这个筹码 不是最集中最多的地方了 那么他已经移到这个区域 移到这个区域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第一次下杀以后 有一次放量的反弹上攻 在这个平台过程当中 形成了最集中的一个筹码 也就是筹码移动了 嗯 嗯 开始移动了是什么时间大概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是2003年的11月份 2003年9月份 嗯 到03年 2003年的11月份 才刚刚开始移动 嗯 那么见了见底呢 那我们可以继续看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要 真正的这种见底 是在这里 是在05年 是在05年的 这个年底的时候 我们才真正看 深发展这只大牛 怎么样 把全部在高位的这个密集的套牢的筹码 全部转换到下边 下方 成本 乾坤大挪移 大搬家 真正的 成本搬家了 就是在05年的时候 看到了股价下来了 这说这个成本 也都已经降到了很低的位置了 是这样吗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从15块钱 嗯 跌到这个阶段性的 几次阶段性的底部 筹码都没有真正的移动 只有在05年 那么这个筹码才真正的从套牢的筹码 转换为老百姓的这个我们所谓散户的筹码 这个到下方 换了 高位的筹码换到下方去了 这个时候 才真正是深发展的路上市集到了 以后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 深发展这只股票 要从大的环境来说 从02年到05 02年到05年年底之前 都没有任何参与的价值和意义 虽然股价在一路下跌 但是这个筹码 没有说明它已经下来了 对 嗯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从高位到低位的一个 大的一个转移 嗯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后边是什么状态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05年底以后 筹码和股价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 那么随着阻力的进入 而我们参与进去 到这里 这个是2007年的1月份 也就是05年年底你进场 07年的1月份 这个深发展 看看这个时候的筹码分布 底部的筹码在股价向上过程当中 没有移动 而在这个17块钱左右 又形成一个密集的这种峰值 这是建仓峰值 那么即使是从05年年年底的6块钱 你进入到了这个位置 是17块钱 17减6 11块钱的收益 接近两倍 这就是筹码 从高位到低位 再到建仓上涨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下张图表呢 如果你胆子可以大一点的话 还会继续持股 为什么呢 刚才我们看到的 最低的低位的峰值 和二分 重新的这种建仓峰 在股价上行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移动 主力没有把这个 他在低位6块17块钱的 这种低位的筹码 买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心持股 这个位置我们又看到了 除了低位的一二 又出现了一次 最为最为集中的三分 那么如果你胆子大一点 底下的两个峰值 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三分峰值 如果也没有减 那么可以继续持股 这个时候就到了 2007年的6月份 股价到了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呢 股价到了36块 如果是从6块钱买入 到36块 整整足足四倍 又是一个华丰按钮 只不过周期长一点 那么刚才 刚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的一个 深发展 从02年的高位 下沙 到05年年底 进场 持股 这么一个筹码分布的 一个整个过程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从 那你说这个大牛市 呃 光讲了这个牛市 这个过程 那么从熊市过程当中 这个筹码能给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这张图表 这张图表呢 在08年的2月份 深发展出现了一个 刚才我拿的第一张图表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 他在高位 的峰值 大了 股价到了 40多块钱 恰恰 出现了一个 又集中的一个 巨大的这么一个 峰 那么成本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底部的筹码 和他一相比 就小得多了 主力真正完成了一次 大的转移 当股价 如果击穿 密集 这个筹码 密集成本区 向下 突破的话 突破的话 那么大势已去 哎 大势已去 嗯 那么陆雷先生的这个 20万到2000万 就是用了他现在正在讲的 这种方法啊 呃 我们也 编辑也谈到了 陆雷先生呢 在很多这个场合 别人希望他 甚至给钱 让他来讲这种方法的时候 他都没有去 嗯 去讲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也是这个 无私的奉献出他14年当中 研究出来的这种 非常成熟 也是他用起来非常 那个得心一手 见效的这种方法 我们也是 呃 觉得 非常的感谢陆雷先生 呃 这张图好像还没有说完 是吧 对 还有后面的一些情况 他整个是一个轮回 从02年到08年 我们讲了 从高位的筹码如何移动到低位 那么又从低位如何到了08年的高位 嗯 那么这张图表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又出现了一次一个一个什么过程呢 就是08年的这个高位秘积峰值 到了09到了09年的12月份 啊到了08年的12月份 那么重新高位的这种秘积峰值被换到了下方 那么这个时候是时间是2008年的12月12号 嗯 他重新启动了一次 就是前面已经完成了一个从这个上涨到下跌 再上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过程 一个整个的过程 嗯 实际上我就 我本马要回到上 两个轮回 嗯 那么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结果 说09年大盘上涨 如果你买进了深发展 这个情况又出现了一个一倍的涨幅 嗯 这是整个的一个轮回 这就是我14年研究这个码的 这个成本搬家一个整个的过程 嗯 那这个成本搬家 他会受到大盘的这个呃 当时的环境的影响 一定会 牛市熊市的这种影响 一定会呃 遇到了以后会怎么办 会出现什么和您判断 任何一项技术 嗯 没有百分之百准确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强化你这个优势的同时 一定要辅之以其他技术 比如说量架 嗯 均线等等其他技术 嗯 进行对他进行补充 嗯 嗯 那么刚才路德先生呢 是用这个深发展来详细的描述了一下 他这个呃 14年所研究出来的这个筹码分布的这种变化的这个形态啊 非常的这个详细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您关注的一些股票啊 能用到您这种方法上面去能给我们的观众更多的这个更详细的一些介绍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前期呃 走势比较好的这种医药股 能不能在这个涨势比较好的过程当中我们打握利用筹码进行买入的这种哎 买点嗯 那我们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呢 嗯 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时间 云南白药 我这个就是说去年嘛 去年的图哈 09年 嗯 09年 09年到现在 嗯 嗯 就是说去年经历729之后暴跌 3478以来 走势比较坚挺的医药板块 当中的这种龙头股呢 就是云南白药 他在大盘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进行了一次横盘的震荡整理 没有随大盘的下跌而下跌 这就引起我的高度关注 我发现整个医药板块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 那么先大盘虽然指数不好 但是在板块 板块过程当寻找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 A115强势 那么再看看这个峰值 这个筹码 形成在这个区域形成三十几块钱 形成了密集的这种 哎 密集的这种成交 然后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峰值 那么在他上涨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成交量 哎 和整个筹码分布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上涨到现在为止 整个下方的三十几块的峰值 温丝没动 哎 这有一倍的上涨的空间 嗯 那么刚才陆雷先生谈到的这种筹码分布的方式呢 就是他20万变成2000万的这个智润的法宝 那么在了解了今天外汇市场运行情况之后呢 陆雷先生还有更重要的话要给大家讲 今天东京市场美元指数持续震荡 欧元区公布的部分经济数据呢 也并无太大亮点 基本相近预期 明晚美国将公布非农就业数据 市场对此也比较为重视 预期呢 在数据出炉之前 美元指数不会出现过大的波动 欧元今日初期呢 在1.22附近盘整 并在欧洲时段早期有所反弹 但从市场消息方面呢 法国意大利等国的采购 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并未明显超过预期 因此预期短期内欧元进一步上涨 动力并不充分 后市呢 方向可能要等待明日 美国推农就业数据出炉后再做判断 黄金价格今日呢 仍在1240美元附近增多 但在国际金融经济复苏放缓的疑虑 以及这个欧元区债务问题影响下呢 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 可能会进一步出现上冲行情 目前看在前期高点1260左右 前面说的这个筹码分布的方法 虽然很好 是陆雷先生啊 有这个四个月翻四倍的这种很好的收益 方法虽好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才能使这个方法能够更加完美用起来 是的 因为任何一项技术呢 它都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有效的 那么为了防止 在应用过程当中出现的这种特殊性的问题 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虽然这个峰值也跟着下来了 但是还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跌 也就是说在低相对低位出现峰值了以后 那么还有可能继续下跌 这个时候即使移下来 那么如果股价击穿这个密集风 必须要进行止损 也就是说那这个股价还有一个 还有很大的一个一个跌幅在后面等着你 就说在处理过程当中一定要做好止损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一旦你掌握这个方法以后 一定通过大量的这种实践去检验 检验的时候 当你的这个技术成熟了的时候 等待是最重要的 就是不要 找到最适合你 对你最有利的 你最熟悉的那个点进行操作 筹码也是如此 非常感谢陆雷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这么无私的和我们分享 他的这种应该说是独门绝招了 好了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小档案 那么陆雷先生20万到2000万的 这个制胜法宝就是这个筹码分布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 是根据筹码峰值移动的变化 来判断主力建仓的成本进行操作 进行买卖的 这是你的这个方法的一个 应该说大概的一个形态 谢谢大家